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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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那我們看第二個 是活動跟主題的關聯性 這裡面呢 我們要考慮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設計一個 真正符合教學主題 你的課程主題的一個活動 那這裡面就有好幾個點 我也是從同學們的那個設計跟視角裡面看到來 第一個就是不是名稱的問題 國動本身跟主題的結合不單純只是名稱的問題 並不是說我今天看到一個那個 它的課程主題是植物 然後呢我的國動名稱就設定花花草草 這樣就是混合了絕對不是 那我可以舉一個很寫靈敏的例子給你們聽 老師找您剛回來的時候呢 我也有一件帶一個實習課 那我們同學呢他們到右邊去視角 他們是一個月集中實習嘛 那結果他們班級的主題呢是那個人民保姆 那同學們就很認真的去想 因為當時我們教我們的同學就說 你設計的活動要領域均衡 各個領域都要有 所以你要有語文領域的 要有素領域的 要有身體動作的等等的各領域 結果呢這一群小朋友 這一群同學呢 他就看到他們的主題是人民保姆 那他要設計一個體能的活動 體能領域的活動 他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來 該該設計什麼樣的活動 來符合人民保姆這樣 結果呢他們就設計了活動 叫做傳警櫃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這個例子 傳警櫃 他們就想說人民保姆 到底有什麼活動可以設計 後來他們就花了很多的心錢 去找那個朋友的朋友 去跟警察借了十根警櫃回來 然後就讓小朋友呢 玩一個活動是傳警櫃 就是拿那個警櫃像那個接力 接力賽跑這樣串這樣子 那這是他們設計的體能領域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這只是名稱符合 就是說其實在體能活動的類型 有很多很多 那你只是為了要去搭配那個人民保姆 就設計個傳警櫃其實沒有意義的 知道嗎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體能的活動 可以去設計 傳警櫃可能不是他最好的選擇 那他們當時的限制就是說 他比較符合那個主題名稱 所以他覺得說傳警櫃好像跟人民保姆比較有關 但是我告訴你們 你們將來的思考不要受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苛就的限制 主題的吻合絕對不是只是名稱的問題 要再更有倡意的去思考 好 另外一個呢就是教學木教 千萬不要為活動而活動 你們在設計 設計你的教學活動的時候 千萬不要為活動而活動 要仔細去想 我到底是要孩子在這個主題裡面學到什麼 你先把你的教學的目標 剛舉目上出來 當你的目標設定好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要提供什麼樣的經驗給他們 那個經驗就是你的教學內容 好 如果你設定的目標是要孩子 好 我現在馬上考你們假定你設計的目標是說 好 我要孩子 我要增進他們的口語表達的能力 要增進口語表達能力 如果你想增進口語表達能力 你可能會設計什麼樣的活動 可能會設計討論的活動對不對 團好 所以我老師拋出一個議題讓孩子 有討論 每個人就會說出他的觀點 所以討論可能是一種活動選擇 那還有沒有別的可能性 如果要增進孩子口語表達能力 因為他會增進口語表達能力 哦 OK 他們可能做完了作品 然後你有一個分享的活動 讓他自己來跟其他小朋友呈現他的作品的內容 所以分享是不是也可以達到口語表達的能力 好 所以我們有團好 有分享 還有沒有別的活動 好 唱歌搖跟手腳你再多說一點 為什麼唱歌搖跟手腳可以增進表達能力 因為他們有理員的那個練習 然後可能在這個其中 他整個他的頭顏能沒有變得比較好 他可能 可能可以 比如說像那個文山越 那個文山越學院他們有聯動是那個 然後他們就會唱 可能想要說 我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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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從攝影師到說 我文的就不要放棄 所以他們可能在平常會來說 可能 我文的這個詞他可能會有更多的遺貌 可能會講 啊這個我文的 是那個重子節 這個是其他其他 人家聊天的故事 他就一定用到他手指表面 OK好 剛剛後來舉這個例子很好 就是我們甚至在拜兒歌的時候 都有可能透過兒歌所提供的那個語詞的內容 去擴增孩子的智慧 對不對 所以當孩子智慧更多的時候 他的表達就更豐富了 同樣一個概念 他就有更多的選擇性可以表達 所以有時候兒歌也可以 假如你的兒歌的內容是設定 是要增進他的頭顏能力 你選擇的兒歌的內容 你可能就會去注意這件事 他裡面有沒有帶進新的語惠 有沒有帶進新的表達方式 有沒有帶進更好的一些語惠 來幫助孩子擴增他的智慧的量 對不對 所以兒歌也有可能被設定成 是一個增進孩子口語表達能力的一個活動 好 可是你的目標要很清楚嘛對不對 好 你看我們隨便講 都講了三個 團討可以 分享可以 兒歌也可以 還有沒有別的活動 好 我們再想一個 角落時間 怎麼說 因為他們晚一定是很適合他們一起去那條路 然後可能會有去爭執或是順序 然後他們就會進行討論 然後出入自己的房子 就是可以整理他這個討論 然後從頭就表達他們那些什麼順序 然後你該做什麼 然後你大概做什麼之類的 OK 好 所以他們在角落裡面的活動呢 因為彼此必須要協商 或者是可能要解決他們自己的一些衝突 或是爭議 他們必須要去溝通 好 那假定 老師現在挑戰你們 假定 我希望透過很豐富的角落活動 去讓孩子有頭語表達的能力 你在角落的規則裡頭 你會不會要求他們說 你們在角落裡面呢 要安靜的做自己的事 不可以跟孩子不可以跟其他人交談 你會不會這樣 你就不會了對不對 因為你的目標設定是希望透過角落活動 讓他有頭語表達的機會 你希望他們能夠互動嘛 那這個時候你角落的規則 你就不會去設定說 要安靜的做自己的活動 不可以跟其他人吵吵鬧鬧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看我們所有這些思考 我們在想這些活動的時候 光是一個增進頭語表達的能力 我就有四種不同的選擇 剛剛說的四種都有可能 團討可以 分享可以 兒歌可以 角落活動說不定也可以 我有這麼多活動可以選擇 所以我在做我的活動的這個思考的時候 我就應該要去想說 好我設定這個目標 那在目前我所擁有的這個時間的條件下 這四種活動哪一個比較適合 好假如我只有30分鐘 這四個活動哪一個比較適合 好假如我有20分鐘 或者假如我有50分鐘 哪一個比較適合 好還有我班級的資源 好我班級裡頭的資源 以我班級的資源來說 這四個活動哪一個比較合適 好所以你看老師在想一個活動 我們在想一個活動的時候 我不是說聽到一個主題名稱 馬上我就蹦就想一個活動 好聽到植物就蹦想一個花花草草 好聽到那個什麼各行各業 就蹦想一個參觀市場 不是這樣子 我們不是為活動而活動 我是先設定了我的目標之後 我從我的目標去思考說 有哪些活動的選擇性 好然後在我教室的這個時間空間的條件下 我可以選擇哪一個活動 好還有我還要必須要想 我前面進行過哪些活動 前面還是已經有哪一些先輩的經驗 好那我後面要如何去延伸 所以我還必須要想我整個活動的 那個前前後後的脈絡 這樣子想了之後 我才去選擇我的活動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我們在思考我們的 設定我們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要回到我的目標上去 好從目標去想活動 而不是為活動而活動 所以同學們將來你們在設定 你們任何一個領域教學的活動的時候 都要這樣想 你知道嗎 好那當然對你們實習生來說 有一點難是因為你們去都是人家的班機 他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呢 有一些你想到的很不錯的活動 搞不好他們都進行過了 好所以你們會有你們的限制 可是如果將來你們有自己的班 一個完整的自己的班 你可以完整去規劃你的課程 你就必須要考慮這個問題 好盡量是從目標來思考內容 那第三個很重要 就是活動跟活動之間呢 它的連貫性 這個對你們也很難 這個對你們真的很難 因為你們是設計單一的活動去教 所以你比較沒有辦法說 跟人家前前後後完全看起來 可是如果你有自己的班 你在設計一個完整的主題的時候 你一定要想你的活動的那個 連貫性跟完整性 那老師在這邊要先提醒你們 你們上過課程設計了 那可是有一個概念呢 我不太確定 你們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到 所以老師還是整體的再講一下 我們通常在規劃一個主題的課程的時候呢 有幾種模式 有一種模式是這樣的 譬如說這是一個主題的核心 這是一個主題核心 那我在想我的活動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這樣子想 這是活動一 這是活動二 那因此類推 好 這是一個幼稚園的老師 最常用的一種思考的模式 就是我拿到一個主題 或者我構成好一個主題 然後我就腦力極大 就想出10個或20個不同的活動 好 所以我就有 可能有20個 跟這個主題相關的活動 可是這種設計的方式 我們把它叫做放射型的設計 或是輻射型的設計 那這樣的設計呢 當然也有它的優點 因為這樣你會想到很多元的活動的形態 在同一個主題下 你會想出很多很多元的活動的形態 因此呢 你這一個整個主題 假如4個禮拜下來 孩子就會經驗到很多不同的領域的經驗 所以這種設計也有它的優點 可是它有一個很主要的缺點 你們看那個圖形 這個活動類型 這個課程的模式 很主要的缺點是什麼 你把那個 你你叫醒 這種課程設計的模式 有什麼樣主要的缺點 好 可能同學一眼就看出來了 它的活動一跟活動二跟活動三之間有沒有關聯 不見得有關聯 它們唯一的關聯是跟主題的關聯 好 可是呢 活動一可能是做一張卡片 活動二可能是去探觀菜市場 活動三可能是養一個 養一個什麼植物 或種植一個什麼植物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它活動跟活動之間呢 並不見得會有一個延續的 或是連續的那種關聯性 好 這是這種類型的活動的一個主 活動設計主要的缺點 所以也有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設計的模式 另外一個設計的模式是這樣 這是一個主題 這是一個主題 我在這個主題概念下呢 我先 老師先開啟一個活動 我先開啟一個活動 我開啟了這個活動之後呢 孩子會在活動裡面有一些經驗 然後慢慢的他會表現出他的一些想法跟興趣 好 那老師呢 就看著孩子從這個活動裡面 延伸出來的想法或是興趣呢 接著導入第二種活動 所以這個活動是依據他在前面這個活動的經驗 跟興趣跟能力所延伸出來的 那進入這個第二個活動之後 慢慢孩子的興趣會累積 能力會累積 然後他會繼續的有他進一步的探索的需求 所以我就延伸帶入第三個活動 然後所以後面這個活動已經不是老師 完全是老師設計了 這個活動是跟孩子 是從孩子實際進行活動的經驗裡面 慢慢的開發出來 慢慢蒙生出來的 所以老師跟孩子之間慢慢互動出來的 好 然後有了第三個活動的經驗累積之後呢 也許再進入第四個活動 那有些時候 老師會因為小朋友 他在進行這個活動的時候 發現到能力有一些不足 所以他可能會再倒回去前一個步驟 讓孩子再多一點那個體驗 然後再延伸出來 好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課程發展的形態 這種課程發展的形態呢 我們把它叫做漸進累積型的 就是漸進累積型的形態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課程的形態呢 它是讓孩子的能力慢慢的蒙發出來 然後慢慢累積加深 所以在這種形態的設計裡面呢 孩子的經驗他會build out each other 就是他剛開始可能只有表現出某些能力 然後你用這個能力做集體 再設計一個進階的能力 或是設計一個更深入的探索 他的能力就會慢慢累積 他的知識也會慢慢的累積 所以從活動一到活動十 他是逐漸的衍生出來的 延伸活動 其實我們平常在設計單一個活動的時候 去討論他延伸活動 就是有點類似像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延伸下來的活動 應該是跟你前面進行的活動是有關聯性 不過呢 就單一個活動設計來講 他的思考還是在一個比較少的架構裡面 不是整個課程的那個思考 好 可是剛才那個 我突然忘記你的名字 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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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才孟宣在講的這個呢 這個想法 孟宣在講的這個想法很重要 孟宣剛剛在講的這個想法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即便在設計單一個活動的時候 你都要想到那個延伸性 知道嗎 所以你假如說你的主要發展活動跟你後面的延伸活動 一點關聯都沒有 那你就知道這個設計是非常不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即便是在單一活動的設計裡面 我們都要思考你的延伸活動是要有相關聯的 更何況是完整的一個課程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老師會鼓勵你們 就是說你們在設計活動的時候要多去思考 我如何把孩子的經驗有一些延伸跟累積 好 那這種活動設計 這種課程設計的方式 這種課程設計的方式呢 非常適合大班的孩子 大班的孩子 因為大班的孩子通常他們的能力已經有到一個基礎 他非常可以進行深入的探索 如果像這種類型的活動 這種類型的活動設計概念很適合小班的孩子 因為小班的孩子他的經驗非常有限 而且他的能力是都是剛起步 所以我用第一種那個模式呢 先提供他各式各樣的經驗的基礎 好 讓他打一個基本的底子 好 然後到了中班到大班的時候 我再用一個比較延伸性的深入探索的課程 去幫助他累積那個能力 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這兩種課程設計的模式 其他會有他的適用性 他會有他的適用性 並不是說單一某一個就是一定最好 另外一個就是最不好 不是這樣子 他都會有他的適用性 大家了解嗎 那如果你帶的孩子是大班的孩子 將來 只要你帶的是大班的孩子 你在課程的設計上 你就可以多多應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延續性的累進式的課程的概念 去安排你的活動 對他們會更加的有幫助 好 那這是針對你的活動跟主題的關聯性來看 談到這裡有沒有什麼疑問 我們從你自己的那個 對幼兒語文發展的觀點來看 從活動跟主題的觀點來看 有沒有任何的疑問 發展的觀點 我們希望大家明確認